這位人全部從那個餐廳裡面衝出來 晚餐時間商圈不少店家都擠滿人潮 這是一家小吃店 客人通通嚇得衝出來 原來店內發生恐怖砍人案 情方互報快打部隊火速道場 將打赤薄的持刀男壓制在門口 遠景一道馬上大聲喝斥 並搶走刀蟹 將滿身傷的傷者緊急送醫治療 只是熱鬧大街發生砍人 嚇壞不少附近店家 老闆聽聞老婆遭遇 氣得騎電動車 直接衝進店內 拿出鐵錘供給員工 甚至用菜刀砍傷對方 到底發生什麼事 讓開了多年的外籍小吃店 見血 原來二十四號晚間 緬甸籍老闆娘跟丈夫 在店內一起用餐 結果廚師從後方經過 丈夫認為他碰觸自己太太身體 儘管對方跟太太都說沒有 但他促進大發 隔天下班 竟拿鐵錘從後門攻擊廚師 甚至灰菜刀砍人 廚師頭部左右手都是刀傷 一度命危 幸好搶救後沒有大礙 嫌犯路往後坦承 也被依殺人未遂罪 移送法辦 懷疑太太被騷擾 丈夫近報復員工 衝動之下砍傷人 不僅影響店內生意 現在還被檢方劍請羈押 反而讓太太傷痛腦筋 三星市長在很台北 常報道 要保持人的健康 後面的服務